早安 繼續關心各位在學長期上的消息 市主任祝福斯的總論理在部位國中 國小的學期 學生的送客戶的世界 都會對查域內地去去的認證試占度過 比較多問學生的行動案件 今年前期是蔡廷營同民意 台北人道加拜同市政府建議 前置去送客戶的普通 讓它銀行突突已經走後位 變成祝福斯特技條送客戶普通 小學生本人數報 向地六十安全跟銀行投入 因為在祝福斯中倫理的上期 總因會有八千九百六十六三 像頭兩者學期的學生 會迫的決定力決勝為主 由於台部分的學生 會向現時三路送客戶 因此賞度改清營 當日如來發生 實際會到問題 主要是通往博愛國中和博愛國小 就是小孩子要在車縫中走來走去 跟人車爭道 為了保護學生上下口 老一般人用六個安全 中輪令既民到明日 代表四年前開始 老祝福市公所提出 通學普通規劃 然後才求年少快 提議把選民費 正期總規劃共產三百 十十萬的經費補出 老年內的插頭如今 必發日共產給銀行轉用頭 從港民六路到福興路 為止陳昌六三百共產 實際通學普通 除了得到學校 六家長繁園兩戶之外 一般人用入英 所以逐百事公所 目前才逐百個中 進行規劃 希望做得到通學普通 控制其他的學期來盤理 下個新聞 網民要視頻週報道